首先我們用一個5公斤的啞鈴 模擬我們頭部的重量 當我們頭部躺上養睡區的時候 然後我們把這個人頭倒去 是方便讓大家可以看到現在的曲線角度 那有時候狀況是這樣 有時候因為我們每天的心情、愉悅度煩惱不同 甚至我們穿的衣服、睡衣厚薄不同 例如我在下面變了一個一小塊的布 我們剛剛調好的角度又改變了 又覺得這個突然這個枕頭又變得對我來講太低了 那這個時候怎麼辦呢 就是我們可以把頭部抬起來 然後當頭部的重量離開的時候 它會自動充氣 它完全不用插電、不用電池 然後我們再把氣壓調節鈕定位在最高的位置 好,那我們再躺回去 好,那頭部再下來 它又回到一個比較平順的位置了 所以你可以依照你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舒適度去做調節 那其實你看喔 這只是一個小小的一片布而已喔 我們枕上能可以提供0.2到3公分 那有時候只是這麼一點點的微微差距 那真的是天差地 我們看一下 我們要做一個小小的新覽 我們在這裡 建造小小的新覽 那麼多小的新覽 感谢观看